放手 二叔 师兄 师兄 二叔 师父 大清早 在这吵什么 师父 杨华违反镖柜 昨天晚上去了海上花 现在我跟你说 杨华昨晚是跟我一起喝酒 没有去过海上花 你别听其他人乱讲 还站在这儿干吗 带师兄弟去练功啊 看什么 练功 阿华 对不起啊 是我误会你了 没关系了 阿华 张大人从北平来了 正在内侍等您呢 御前大臣张锦惠 对 正是他 嗯 英杰哥哥 张大人怎么现在来了 应该是有着落了 我开了 好 喝一杯 你会我开了 你会把这酒 我开了 我开了 你不是的 你还是哪一杯 你会开了 你会开了 都是变靃的 下官一直为国奔走 恨不能一夜之间驱逐原贼 成就大业 我此趟南下也是想联络宗氏忠臣 不知王爷这边准备得如何了 托皇上红服 我这些年在杭州经商 和英国人做了些生意 多少赚了一些 这复国的军费已经筹备得差不多了 太好了 我已经得到消息 各地有不少一老一少都愿意响应我们 只要王爷这边军费妥当 便可择日其失 请张大人转坐皇上 事情已经办成十之八九 老臣定当鞠躬尽瘁 祝皇上重登大宝 慢点啊 走 走 来 哎 二弟 看苏大大身影还不错呀 颜青 大师兄 早上的事情 我处理得太轻率了 对不起 没关系啦 换作是我 说不定我也会这么处理的 你真不怪我 不怪你啊 你也是依照门规办事嘛 今天镖局反正没什么事情 要不我们去西湖边走走 不行 我约了阿华 好 我先走了 你说日本人愿意援助我们 光复大清 下官不敢隐瞒 临行前 日本曾派密使送来密函给皇上 表示愿意帮助大清复国 过几天 日本特使西元寺宾会前来商谈 西元寺宾 可是出自日本贵州 深受天皇信任 在政界军界中 都有多名要人的西元寺家族 正是 下官听说 西元寺家族最近涉足十业 更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财阀 金钱 权力 兵力 三位一体 完美的结合 不妨一剑 好 既然这样 下官这就去安排 你安我三刀 我让你把他带走 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给我出去 出去 是我该问你才是 你怎么在这儿 还敢如此放肆 你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这么跟我说话 英杰哥哥 快把他抓起来 把他送官府 怎么回事啊 王爷 您来得正好 这个丫头呀 在这大呼小叫的 还想找人抓我 王爷赶紧找人把他抓起来 给我出了这口恶气 你 宁洁 张大人刚走 你出去送送他 阿玛 阿玛 难道你是 没错 我就是多罗格格 王爷的独生女儿 给格格请安 格格 实在对不起 之前不知道格格身份 多有得罪 还希望格格大人不济小人过 原谅我这一次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 海山花的老板 海山花 怪不得你要买姑娘 如果当日我被你买走 那后果岂不是不堪设想 格格不要误会 我虽是开青楼的 但从不逼粮为传 不愿意的姑娘 只要付出象征性的赎金 我都会让他们从粮 即使是留下来的 卖身卖意 也是悉听尊便 从不强迫他们 你给我住口 少在我面前狡辩 你如果真好心 怎么会做这种伤风败俗 有损阴德的买卖 千惠 你可是金枝玉叶 要值得自重 阿玛 您知道我经历了什么吗 为了给您运珍宝 我被歹人劫走 我受尽折磨 还险遭离辱 如果不是我一死反抗 明捷早就不保 他们不能得手 就把我卖到鬼市 还招上马带 像牲口一样拍卖 这是一个金枝玉叶 该得到的礼遇吗 都是过去的事了 还提她干什么 过去 对于她而言 只是没买到一个姑娘 是该过去了 但是对于我而言 是永远回之不去的梦颜 你知道吗 我自从回答王府 就没睡过一个整觉 每次闭上眼睛 就会看到那些龌龊的人 逼近我 还有肮脏的声声吓我 就算闭着眼睛 也能听到叫慢声 阿玛你知道吗 如果不是杨华和余大掌柜 您的珍宝草就不见了 您的珍宝草就不见了 也更见不到您的女儿 而我 就会在离您咫尺之地 坐着那些下贱肮脏的银手 生不如死 这都无所谓吗 格格格 天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当初我确实想买姑娘回来 但格格的随从舍命护主 令我感动 所以才愿意为您付了赎款 还请格格念在这一点上 饶恕我的罪过 还有就是 请不要责备王爷 这件事从头到尾 他毫不知情 千惠啊 不要再闹了 于平是自己人 这次不过是个误会 何况你也没受到什么损伤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 阿玛 阿玛 你忘了阿娘了吗 家务还战士 您率军出称 阿娘在家兵中 我命人去请您回来 她坚决不走 说也要让你一心打仗 一心以一位国效忠 最后仗打输了 阿娘也没了 就连额娘葬礼 都是姑姑操板的 这么多年来 您一直一个人 如果您要续嫌 我不会反对 不需要是什么贵族 只要身世清白 直书达理 我自会尊重她 可是这种女人 你跟她在一起 只会如墨皇室的名声 容我阿宝的威严 赶快给我往生的额娘 够了 千惠 英杰 赶快把她追回来 是 等等 千惠正在气头上 不管她说什么做什么 你就是绑 也要把她绑回来 寒儿明白 来 王爷 都是我不好 都怪我 怎么了 你平时不是有什么说什么的吗 怎么突然变得吞吞吐吐的 不像我认识的颜亲 你听好了 昨天晚上你十二点都没回 我整个心都七伤八下的 没法睡 为什么 当看到你和哥醉醺醺醺的回来 又听到海上花 我整个脑袋都快爆掉了 为什么呢 你知道吗 昨天晚上我一夜都没合眼 心里那团怒火 始终都消不下去 为什么 直到早上听爹说 你怎么只知道为什么为什么的呀 我又不是你 我怎么会知道你在想什么呢 所以 我就只能问你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了 为什么了 你这么机灵的人 准是在装傻 狠一脸贼奸相 不理你了 等一等啊 等等 来来来 我们休息一下 你 昨天晚上没睡好吗 很累的啊 那 今天早上也没心情吃东西呀 饿了 走那么久 渴了 那 我去给你买点吃的喝的 你在这里好好地休息 好不好 好 在这儿等我 不许离开 知道了 不能乱跑 知道了 答应我了 知道了 我知道你在乎我 谁在乎你啊 千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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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惠跟我回去 不 你们别管我好了 千惠 这个家你不要了 家不要了 我这个哥哥 你也不要了 哥哥你不是也为了珍宝一剑射死了表哥吗 谁又知道我在你心中的分量有几何 你以为我想射死端康吗 我为了谁 我那是为了义父的复国大业 你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什么复国大业 阿玛他色灵之婚 和一个心肠歹毒的女人绞在一起 还居然为了他跟我志气 倒是只有阳华 哥也为我出生入死 真正的关心 千惠 咱们从小到大 到现在 你信一个外人 你都不信我 在我最孤里无缘 任人愚臭的时候 是阳华三番几次的不顾性命 帮我明解 他才不是外人 好 好 千惠 我告诉你 今天义父给我下命令了 就算绑 我也要把你绑回去 千惠 跟我走 千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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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玛怎么还不回来呢 去找找他吧 西湖那么有名的地方 买吃的都这么困难 怎么回事啊 哥哥 你怎么了 出了什么事啊 你不要哭啊 你带我走啊 你带我离开这儿 不要哭了 不要哭啊 去哪儿都好 只要不在这里就好 可是我 你们在干什么 你没事吧 怎么了你 你就是这么给我买吃的的 吃的呢 不是 亏我还在那儿啥等 你却在这儿和他牢牢抱抱 大小姐你误会了 误会了 你们抱在一起我也看错了 不是这样的 身为一个阁阁 大白天的抱着一个男人 你觉得好看吗 亏我还觉得你冰清玉洁 知书实礼 好 你不是让他带你走吗 你们不用走 我走 大小姐 云青 师妹 师妹 怎么会这样啊 解婚 你在干什么呢 哥 哥哥 我告诉你啊 你以后离我妹圆点 小心你的脑袋 我们走 哥哥 娘 我不要呆在杭州了 我要回天津 你爹在这边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做 怎么能说走就走啊 我自己走 反正我不要呆在杭州了 这是谁惹你生气了 是杨华呀 还是承越 我不知道 反正他们我谁都不要呆在杭州了 我现在就去帮你收拾东西 还来得及赶上明天的火车 娘 终归是要嫁人的 女人嫁人哪 就是第二次投胎 千万不能感情用事 一定要想清楚 所以啊 一定不要太着急 还得多观察观察 看看他们俩 谁对你最真心 知道吗 你带我走吧 你带我离开这儿吧 别破被子了 回来吃东西 大师兄来了 大师兄 大师兄 来来来 趁着吃 谢谢大师兄 谢谢大师兄 我说你真是真幸福啊 没人 没景 没湿 一样都不少 再让人羡慕啊 什么没景 还不是以前来杭州的时候 常去的那几个地方 没什么可羡慕的 地方还是那个地方 关键是女人 我呀是想我老婆了 ボヽ ロヲ 应不想我 君 为良 秋 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留过洋 见多识广 想必对洋人的间谍也有所耳闻吧 去年奥匈帝国皇太子夫妇被刺 欧洲各国纷纷卷入战争 为了取胜 确实派出不少间谍 以获取更有力的情报 那你可知道 很多间谍都是风月老手 这个 听说过一些 洋人使用过的间谍手段 用剑手段 都是我们中国人玩剩下的 几千年前的孙子兵法中就有用剑一片 故用剑有武 有阴剑 有内剑 有反剑 有死剑 有生剑 武剑俱起 莫知其道 事为神迹 人君之宝也 总算还记得我对你的教诲啊 字字千金 从未忘记 韩玉平本出身富贵人家 因情路坎坷 被迫落入红尘 当时我见他可怜 就留在了身边 我发现这个人非常机灵 又很善于交际 对于我们的富国大业极有帮助 于是我就栽培他 更由他出面 帮我去笼络那些各地的军阀政要 聚伤复古 在获取情报的同时 也建立了一张庞大的人脉交际网 那 那您也没必要和他在一起啊 毕竟是青楼女子 传出去犹如您的名声 你还小 你不知道控制一个女人 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那他也没有必要开青楼啊 可以开酒楼 茶馆 客栈 什么都行 怎么能拿青白女孩子的名籍来做买卖 海上花的姑娘从来不会被强迫卖身啊 有一计之常者大可以卖艺卑身 如不愿卖身 我们还可以让她从凉 这就是海上花与众不同的地方 海上花也好 韩芸萍也好 都是这富国棋盘上的棋子 你呀 大可不必跟他们计较 那我呢 我也是这棋盘上的棋子吗 真正的棋子敢跟我发这么大的脾气吗 我是太冲动了一些 何止是冲动啊 简直是任性 都是太后把你给宠坏了 好在本性随我 还算是冷静 理智 阿摩 以后啊 我会避免让余萍跟你见面 万一碰到了 你也不要过于难为她 她也是个苦命人呐 女儿知道了 我听英杰说 你对那个姓杨的标师很有好感 我也知道她曾经救过你很多次 这份心意也实在是难得 可毕竟门不当户不对啊 我呢 可以给她一些钱 推举她做官也不成问题 但是你千万不能跟她动真情 这一点 你必须给我想清楚 阿摩 好了 我有点累了 你也歇着吧 月辰 叫我义云 月辰 我这次来是带你回天津的 回天津 回天津干什么 干什么也比你在海上花啤酒卖肖想啊 跟我回去吧 你凭什么管我 我们什么关系 我 你杀不了于建平 对我来说没有任何作用 我跟你这样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呢 月辰 你现在的口吻怎么跟日本人一样 难道咱们之间只有利用关系吗 还有什么关系啊 月辰 我不希望你再这样下去 跟我回去 于建平交给我 交给你 你有那个本事吗 你说 好 是 我现在是没那个本事 但是我回天津休养生息壮大实力 我迟早有一天会杀了于建平 迟早 十年还是八年 我告诉你 于建平死之前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玉全 还有 我们两个之间到此为止 你不要再妄想什么了 Quin güzel revive 由我的 motive 十年 你疯了 小七 救命啊 救命啊 我们俩是一对儿 她家里不同意我们在一起 所以 我才把她带出来 妖魔 你按我三刀 我让你把她带走 你带我走 你带我离开这儿吧 哥哥 哥哥 小军 你说 什么是真爱啊 我没病 就是想和你聊聊而已 哥哥 我知道了 你上次跟我讲过 罗少爷和朱小姐的故事 他们就是真爱 罗少爷跟朱小姐 就是罗 罗密欧和朱丽业啊 你看 两个根本不可能在一起的人 冲破了那么多的阻力结婚 虽然 最后为了对方而死 这才是真爱啊 难道我也要学朱丽业 哥哥 哥哥 可是他们后来都死了呀 哥哥 你可千万不要做傻事 你要是有个什么好歹 丢下我该怎么办啊 呸呸呸呸呸呸 哥哥 千万千万不要啊 可罗密欧和朱丽业之间 不是也有很多阻碍吗 可是 可是他们死了呀 哥哥 不要 不要 齐瀾 如果有一个人 他总是在你最危急的时候 出来保护你 你也连命都不要 保你毫发无损 在你最委屈无助的时候 无条件地接纳你 陪着你 你会爱上他吗 会 跟他相识的时间虽然不长 但他总是给我特别安心的感觉 就好像今天在西湖 那一瞬间 我就确定 他是我这一生要找的人 我不想错过他 就算 过得了两王爷那一关 可还有那个于小姐呢 看得出来 他很喜欢那个小镖石杨华 大掌柜 您放心吧 咱们安平标局啊 还是有声誉的 郭老板是咱们的老主顾了 所以您放心吧 最后啊 他还是找了我们 即使他们说服不了郭老板 但是他们可以说服张老板 和李老板 如果他们价格便宜 速度又快 总会有人心动的 但最重要的是 要有信用 好 放心吧师父 我一定会在七仙内交标的 誓死保卫标局的声誉 好 注意安全 嗯 嗯 怎么办 婚礼 您怎么办 都没有能够 我一定会在山上 进行 我乱来 那对是官员 我必须你 死活都不同意 还派人看着我 我跟你说啊 那帮人可真听爹的话 看他可紧了 我逼不得已 打晕了一个 在乔庄改办 我就混出来了 这样不行 师父不让你出来 你就不能出来 赶快回去 真是的 我一路都追那么远了 你现在让我回去 可是我不能违抗师父的命令啊 那好 那我现在回去 反正现在太阳也快下山了 一路荒山引领的 我要是有什么不测 看爹怎么收拾你 干吗 跟我们走吧 真的 你就是怕爹处罚你 一点都不担心我的安危 我就是担心你的安危 所以才不让你自己一个人走 让你跟我们标队走 不过呢 事先说好了 这次走标是我掌棋 大小事务由我来负责 所以你得一切听我指挥 是 不能自作主张 是 只要是为了标队好 我一切都听你的 干嘛 你就打算这样了 不这样那怎么办 你戴女人衣服了 胡子还挺帅 那是 那是 延青 怎么了 对我不理不睬的 天皇 现在没事了吧 没事 好 这次呢 我命你做赤猴标师 卖玩 这不一直都是二师兄做的吗 他做的挺好的 你是不是嫌我卖呀 你这偷一次出票 你就 我骑马是一个 一二三 你问 小华 他呢 还骑自行车 又不会骑马 你马输好 你去 我去了 马在后边 爹 娘 女儿随大师兄去苏州走标了 请二老不要担心 我一定会平安归来的 女儿言轻 太不像话了 延青 竟敢私自出标 还有没有把我这个当爹的 放在眼里啊 好了好了 之前 延青和我说过 他在承越和杨华之间 还拿捏不定 我就劝他再多考虑考虑 我想他这次去呀 是要在他们之间做出抉择 公归公 私归私 怎么能混为一谈 不是 这次只不过是个小彪而已 还有承越照顾 不会有什么大事的 不行 我要派人把他追回来 行了 女儿大了 总归是要嫁人的 说不定 她的心定下来以后 要不了多长时间 就有人过来 叫你岳父了 嫁人的 你不定 你要去 我 我 你不定 我 那么 你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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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不定 你不定 大师兄 往那边走 往那边 大师兄 阿华的标识明明说往那边走 干嘛往这边走呢 你看地图上显示 那个方向有何无桥 我们带着货物怎么过去 阿华既然是赤猴标识 就说明他已经在前面 探过路了才做的标记 大师兄 这万一要是出了什么风险 谁负责 他是个新手 我让他当个赤猴标识 就是为了让他锻炼一下 我的判断不会有错的 相信我 不是 大师兄 走北道标路 你是很有经验 可如今走难道 光有地图不行吧 大师兄 你可不能拿兄弟们的性命 和标局的声誉开玩笑 就算是师父亲自跟标 他也会同意我的意见的 放心吧 回到标局 我肯定不会让师父责罚他 现在首要的任务 是不能耽误了标期 小茂 起标 起标喽 去 真走了 阿华还在那边呢 云着 真走了 凤啊 凤啊 阿华 但愿你能看得懂哦 阿华 但愿你能看得懂哦 阿华 前茅 穿过这片树林 就要到苏鲁城了 看来这十年标路不算买走啊 那是 大师兄走标今夜老道 值得显摆 我在想阿华怎么还没追上来呢 一个连吊字都不会写的人 你想想他有多冷啊 肯定是没找着咱们挥杭九城了 这 我怕他消息而无 再说我走 小猫 你跟大家说 过了前面那个小坡 就原地休息 你去前面侦查一下 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你听明白了吗 不是 我走了 我走了 师姐 吃块饼吧 我不吃 你们吃吧 对了 我现在是师兄 不是师姐 得忘了忘了 我捣连你 喝口水 你拿走 我不渴 都走了一天了 喝一口吧 伍妙 一首华 竟是何别了 天都不靠 高杰深陷了不高 包子花百年 马花变不少 天都不靠 喜飘来天上见了 朝醉对着天 醉了你应该走 天都靠 高杰深陷了不高 包子花百年 马花变不少 天都不靠 喜飘来天上见了 朝醉对着天 醉了你应该走 天都不靠 喜飘来天